正午十一點多 臺中清水一處砂石廠 發生了公安意外 外包的工程行李姓老闆 在維修砂石輸送基石 因為塑料斗砸門打開 不小心掉落下方漏斗處 慘遭砂石掩埋 一度失去生命真相 綜藝搶救恢復呼吸心跳 然而目前插管還在急救燈中 消防人員手持鏟子狂挖砂石 分秒必爭 因為一名工程行李姓老闆 整個人被砂石埋在裡面 動彈不得已經好久 消防人員救出李姓老闆時 沒有生命跡象 好在緊急送醫後 人恢復呼吸心跳 目前插管再加護病房觀察 它要漏 漏我們都是在上面看 我們將來不要下去 它堅持要下去 二十九號中午十一點多 臺中清水這家砂石廠 發生活埋公安事故 老檢處也在第一時間 派員到廠調查 從這邊這個料口這邊被掩埋 根據調查被活埋的李姓老闆 室外包商當時要進行 砂石輸送機設備維修 人進到上方的砂石塑料斗 結果因為不明原因 閘門打開砂石傾瀉而下 李姓老闆因此連人帶砂 落到下方的黃色漏斗處 慘遭活埋 本軍已立即派員實施檢查 如查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 將依法除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支罰完 並予以立即停工 七十八歲李姓工程行老闆 維修機械不慎遭到殺石活埋 救出時沒有呼吸心跳 幸好有救回來 相關單位正在調查事故原因 記者高於李永勝台中報導